那你是如何发现那个假货不是我的 本王对你了如指掌 是真是假 一眼就能分辨 是吗 你不相信本王 当然相信 谢遥很认真地点头 楚寒仍旧看出了一丝的言不由衷 本王将那个假货留在福云轩 只是为了掩然耳目 你没回来 如果福云轩再空了的话 势必会引来很多猜测 对你不利 的确如此 这件事情还要多谢你才是 哦对了 你可查到是谁在为场害你 不必查 本王知道是谁 是沐王 正是 你是怎么猜到的 这个不难猜测 他命人绑走了我 然后福云轩就有一个假货出现 所以假货就是他的人 假货又故意吸引你的注意力 所以凶手大概率就是沐王 那你打算怎么办 朝着这个方向调查 然后将结果禀报父皇 不必查 既然你已经回来 那个假的也留着无用了 本王便直接杀了 扔到沐王的床上去 先留他几日吧 吴峰已经审问过他了 他的嘴巴很紧 什么都不说 而且 他只是一个妻子 知道的东西也不多 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他本人的确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但是楚慕现在并不知道 我已经回来了 而且 他找过我 他何曾找过你 可曾发现什么异样 不必担心 他只是派别人用了三枚铜钱 来试探我 那三枚铜钱 应该是他跟假货之前的某个约定 假货看见铜钱之后面色大变 我把他的反应全都学了过来 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 既然如此 就更应该杀了他 并且以此警告慕王 不然日后 他一定还会找你 你能瞒过一时 如何瞒得过一世 一旦他发现你不是假货 你可有想过你的后果 最坏不过一死 不行 量太危险了 本王可以答应一定会帮你报仇 但对付他的办法有许多 不必选择这种最坏的办法 他不值得你如此 多谢了 但是不用你帮我 我自己的仇 自己报 慕王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我的踪迹 如果他知道假货死了 就等于把我摆在了一个显眼的位置上 他一定会疯狂地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我 那样的我 更危险 本王可以答应你 暂时不把你暴露出去 但是你也必须答应本王 一旦他联络你 你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本王 绝不可轻举妄动 你放心 我会告诉你的 楚涵见谢瑶答应 眉心微松 你怎么会并然 你怎么会并然 你团队